这头牛伤口极为严重 刚开始我们就能看到这只牛体底板 左边已经凹下去了 看来牛厂主人也是一个粗心的人 这么久了才发现 在视频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底板右侧 有一个很深的大洞 都可以伸进一根手指了 修理师傅用刮刀刮掉洞里面的泥土 刮刀的深入 我们也能测方便知道这个烂洞有多深 但后面的进行 我们却高估了这个想法 修理师傅用脚墨机开始打磨外面的脏物 随着脚墨机的打磨 我们能清楚地看见底板右侧 有大半边都是坏洞 情况非常危机 修理师傅用打磨机 慢慢地打磨那个坏洞 当它削掉一点的时候 我们还不知道这个坏洞到底有多深 打磨一半后 修理师傅又拿起了消毒液 向坏洞里面喷射 这一下彻底把坏洞里面的脏东西 都弄了出来 当泥土冲刷干净的时候 修理师傅再次往坏洞里面喷消毒液 这次我们能看到 血水流了出来 这说明这个坏洞已经不光光是坏在牛指甲上面 而是已经伤到了牛本身的皮肉了 修理师傅用蓝色纸巾擦拭了血水 然后再用刮刀刮掉坏洞周围腐烂的地方 我们看到坏洞上面有坚硬的一块 修理小哥断定 这里面就是要害 他用刮刀刮掉上面的角质 再用消毒液继续往坏洞里面喷射 我们近距离也能看到坏洞的大致模样 修理师傅慢慢地刮掉角质 因为这么大的溶洞 肯定对于牛来说是相当痛的 所以他小心翼翼 等把坏洞周围都刮掉之后 修理小哥就给怪洞里面喷上了红色的药水 然后再包上白色粉末状的药物 最后包上红色的纱布 这头牛的治疗就结束了 我们一起祝愿他早日康复吧